国内新冠疫情每日高达万例 在今天县议会定期会总咨询中 县议员陈怡君指出 担心疫情县内有些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已经先自主停课 因应疫情为了降低长者染疫风险 建请县府相关单位先停办两个礼拜 照顾关怀据点的服务 以确保长者健康安全 最近在社区里面已经有听说 有些社区他们已经自主的暂停 这些长辈他们染疫 跟一般的年轻人他们染疫是不一样的 因为年轻人比较有抵抗力 那可能他整个居家隔离之后 他就没事了 但是长辈们染疫的情形 就会有很多的后续的可能并发症 或者甚至导致于他死亡 为了要避免 然后我们也离开这个高峰期 是否我们先让整个全县的社区关怀据点 暂停两个礼拜 然后是疫情的状况我们再来开放 校园霸凌问题备受重视 县议员蔡敏轩今天在总咨询指出 与助理到学校参加活动 被校方以言语霸凌 蔡议员指出校园霸凌鸣刃 希望县长能够重视 管长你有允许我们校园出现霸凌的事件出现吗 如果是我们议员给校园给我们霸凌 我们在校园参加活动 老师和主任霸凌 假设我们的局处首长 女性的我们的处长 提到校园 一说你们政治不要进到校园 叫我把人家撞掉 有没有太夸张 我们的校园叫我把人家撞掉 在本日定期会中 县议员陈宜军及蔡明轩提出了许多建言 也期待县府对于这些上代改善的议题 能够审慎评估 并积极做出完善规划 让县民的生活品质能够得到提升 记者洪一伦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